大谷香平 USA Today Sports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大谷香平去年季后宣布挑战大联盟 让30支球队蜂勇竞亚利桑那香味蛇虽然不幸在大谷争夺战中败北 但球团总裁霍尔Derek Hall最近受访时依然风度十足 形容大谷是为大联盟带来兴奋的男子 过了适应期后一定能够成功 言辞尖竟是对大谷的拥护 大谷现在获得太多关注 我希望他不要有压力 日媒Full Count报道霍尔接受采访时如此说到 他理应要在大联盟获得成功的 虽然我们球团没有办法得到他 我还是这么相信着 前江伟蛇强打 现在成为球团内部人员的明星外野手 刚萨雷姬Luis Gonzalez 也持相同看法 再强的选手也都会有一两次的撞墙棋 尤其大谷又飞到异地 就算作为打者也会有不自在的感觉吧 刚萨雷姬曾在2001年的世界大赛中 从前扬机中结着 罗里维拉马萨雷娜瑞威拉手中敲出在建安打 带领球队拿下队时 首官大谷面对的打者类型也和在日本完全不一样 然后媒体球迷全部拿着显微镜在观察它 这种状况是非常严苛的 他也相信大谷的二刀流模式能在美国获得成功 我们看他打球真的是一大乐趣 再等一段时间完全适应环境的话 要成功是绝对没问题 就连美国球员到日只打球也需要时间适应吗